韓国2020年目前的出生率0.68 0.68 哇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数字 韩国超级无敌完蛋 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数字 不到欧尔西地平均的一半 2070年 韩国人的一半以上是超过60岁的老人 这样过下去 未来韩国会真的灭绝 我们台湾夫妻有一个小孩子 但是不敢生第二胎 或是不想生第二胎 为什么呢 我跟太太聊看看 昨天不是那个 你问他要不要弟弟妹妹的时候 可是他有说要 嗯 他说妹妹或弟弟 妹妹 可是可是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被引爆 所以才说要的 不然他平常 就是我跟他聊天呢 我就说 诶那个 你最好的朋友 你有看到他的妹妹吗 因为他们不是前几天 上个礼拜圆游会吗 嗯 他说他有看到他妹妹 我说那这样你也会想要妹妹吗 他就突然说想要 我就说 你是因为看到他有妹妹 所以才想要妹妹 但算是他 第一次 他的嘴巴说 要 弟弟 他没有要弟弟 对是妹妹妹妹妹妹 以前是我每次问他的时候 他都说不要 养猫咪就好 嗯 这个是应该被你影响的吧 可是他这一次我问他说 那不然养猫咪妹妹妹 他就说不要 对啊 他说不要猫咪 他说 他就很明确说要妹妹不要猫咪 他就出生五年 第一次 算是第一次有说 对 要妹妹 但是 这不是他主动讲的 这是 我们跟他聊天问他 他才 他才 讲出来 因为那时候我问他说 你好朋友的妹妹你有看到吗 如果我 我小时候想要弟弟妹妹 我是直接跟妈妈说 我想要弟弟妹妹啊 那你小时候有受贡吗 有啊有啊 是啊 对啊 然后怎么没有 就没有 可能要问阿嬷 现在是有生就很 有结婚有生就好不容易了 嗯 都一起吃 谢谢 不好意思 对 哇 好漂亮 这楼看起来蛮冷的 嗯 好吃ですよ 嗯 就不要再说那个 我是韩国人ですね 本当に什么的影片哦 好多粉丝掉了 你想剩第二胎吗 很难耶 工作太忙了 想想如果 我们有 已经有第二胎的话 今天 老冬节 没办法出来吃这些 这样轻松的吃 这些这么好吃的东西 应该 在家里喂奶 养小孩也不能说 是期盼说我老了 他要 养我啊 我们也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期待啦 那个要生的话我觉得 肯定是 陪伴吧 对小孩 小郎也是陪伴吧 不管是我这边或者是 爸爸那边 都没有小孩 没错 我觉得如果真的再生一个 有可能就是 帮他们有陪伴 因为 本来我们是希望 亲戚他们都有小孩的话 就算大家是一个一个 他们有伴的话 我们也不会就是 呃 就是觉得小郎那么孤单啦 现在真的我们身边 很少人生小孩 就是说我们周围没有人有小孩 然后早上现在小两个大一点 我们家人要去哪里 他都会 看 有没有陪伴 没有陪伴 没有小孩子一起玩的地方 他哪里都不想去 如果有陪伴的话 哪里都他不陪的 那如果他有弟弟或妹妹 他算是他的陪伴吗 一开始就不是陪伴 因为年纪已经差太多了 可能 大一点吧 家庭聚会的时候 或是亲戚聚会的时候 可能稍微比较热闹一点 不然 永远都是一堆老人 然后一个小孩 这样的状况 本来是觉得说 剩一个也 没关系 反正 亲戚有小孩 那 表弟啊 表哥啊 聊聊天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 越来越困难 那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不省 为什么大家都不省 这个好问题 你要什么 热拿铁 热拿铁 你好 一杯热拿铁跟 老公 他点错了 老公 我点错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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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是这里 对 我点错 好 这个桌子是这个咖啡的 谢谢 那为什么你没有要生第二胎 我不是没有要生 就是 啊 就是心里 生不出来 老了生不出来 其实心里是如果 尽力抗拒 生不出来 有第二胎的话 那我也觉得 我很开心啊 没有小孩子的朋友很多嘛 然后他们会问有小孩子 应该很辛苦吧很累吧 那我就说很累啊 大概十倍累 真的很累 但是有小孩子就是一百倍 幸福 我觉得有小孩子 虽然辛苦 但是也是很辛苦 那 会来 第二个小孩子的问题 那如果 有第二个的话 我就想一想 哇 应该很辛苦吧 但是 另外一个角度 是 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过得好好的 夫妻 嗯 有第二个小孩子 以后 碰到很多问题 的夫妻 我也看过 听过蛮多的 如果要生真的第二胎 要考虑很多事情嘛 我们年纪也大 然后 生活压力 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 上班啊 每天都要上班啊 对 等等 有没有 人可以照顾 要送不是就生嘛 不知道以前的人 到底怎么 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剩很多个就养了 现在的人 年轻人 应该是我就是 生活压力 比较大吧 你看 现在房价都贵 贵成这样 如果有小孩子 房子就要换大一点的 对 又要再搬家 只有一个小孩哦 我们两个一到五晚上 我们两个其实 讲不到几句话 再有第二个小孩 我们两个一到五都不用讲话 有第二个的话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 这里坐着一个 就是 咖啡 不用讲话 生活品质 就真的是过不到 那 那又回到说 为什么现在的人 不生小孩 第一个嘛 就是 真的房价涨非常多 搞这么多 但是我们 我们薪水就没有 薪水也没有涨 如果算第二台的话 又一个人就不能上班 对 那就是一个人扛这个经济 对啊 那有问题 现在的人 也是想做的事情 可能就不止一件 主业做A 但是我副业做B 又想要学C 大家都希望自己在 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上之前 好像 不要有遗憾的啊 我觉得现在的人是这样 因为 感觉看到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 其实是 蛮多遗憾的 就是 好像我 我老了 以前好像还有好多事情 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对 电视换一下 台湾现在是生小孩子很少吧 那韩国是更严重 韩国现在是0.6% 现在真的是全 韩国全世界第一名不想生小孩子的一个国家 还没结婚的我的朋友 跟他聊天呢 现在他的收入 我一个人过 刚刚好 而且他是现在养 他的爸爸 所以 他自己算好了 我的收入是 刚好现在收入 如果多一个老婆 如果多一个小孩子 那变成是 我要放掉的东西很多 月赖也多 然后他还不想放掉这些 所以 他自己是说 现在过得 很满意 最近其实周遭 年纪比我小的很多都出来 开始 想要买房子 然后就发现 哇 一出来看房子的时候就不得了了 他年纪大概都是差不多 28到30岁 可能刚好生了一个小孩 或是结婚要买房的 最近很多嘛 都被 这一波的高房价 吓到就是 可能真的会吓到不婚不胜 台湾也严重 在韩国是真的很严重 这个数字0.6 这个数字是你知道多5%吗 大自然 一个动物 一个种 出生率如果0.6%的话 这个可能未来会没有种的数字 所以 如果这样做下去 韩国 会灭众 灭众 是这样的会灭众 那这样子北韩也不用打你们了啦 哈哈哈 耐心的灯就会自然不见 对啊 北韩就不用 不用那么 这么样买那些武器在那边 刚开完小说 但是现在 真的在韩国 其实是蛮严重的 新闻电视台 多讨论的事情 这个现在真的在韩国 灭国的部分 发生的事情 就是很严重 以后小孩也会很辛苦 因为他们就是 一个人要承受这么 养这么多人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他执望 小孩要来帮我们做什么 其实就是 真的是 自己要健康 其实有一个小孩 也是满满足了啦 是 没错 差不多了 我们要去接小孩子 今天就还是这个啊 그럼 还有 solar elected 那边 又 新闻 这回见 那边 那边 有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